不审判内塔尼亚湖 瑞典就别想加入北约 土耳其对美国快没信心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上说 根据环球网的报道呀 这一觉醒来 瑞典加入北约的进程又又又又被推迟了 土耳其这次给出的解释呢是 这个问题还不成熟 无法做出决定 那么什么时候重新讨论 土耳其也没有给出一个新的日期 瑞典媒体就猜测这可能是与美国迟迟没有向土耳其出售答应好的F16战机有关 所以呢 土耳其又变化了 不过呢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啊 土耳其这次阻挡瑞典加入北约 原因或许没有那么简单 F16战机呢 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 土耳其真正对美国感到气愤的呀 应该还是这个巴以冲突方面的问题 土耳其一直把自己视作是中东地区的老大哥 那么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无法无天的这样的一个行径呢 无疑就是在打土耳其的脸 而美国呢 又支持以色列 包庇以色列 这就让土耳其对美国的意见非常大了 法新社也是透露啊 土耳其一直在给美国施加压力 要求美国迫使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进攻 那么特别是布林肯前不久对土耳其进行访问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也说过 他主要就是想以巴以局势的问题和土耳其展开一下交流 埃尔多安当时呢就没有给布林肯好脸色 不仅是没有高官去机场迎接布林肯 那埃尔多安明知道布林肯要来 还独自出门去了一个偏僻的村庄去视察 避免了与布林肯的一个会面 那么在以色列这边呢 埃尔多安更是火力全开 不仅是大骂以色列 是侵略者 还认为哈马斯只不过是抵抗组织 针对内塔尼亚胡呢 埃尔多安也表示啊 这个人已经不是自己的对话对象了 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涯也快要结束了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土耳其最近啊 还把内塔尼亚胡给上诉 到了这个国际刑事法院 理由呢 是内塔尼亚胡正在对加沙 实施种族灭绝 种种迹象都在表明呢 土耳其这是要美国看着办 所以同理 瑞典这次或许同样是 土耳其与美国博弈当中的一个牺牲品 特别是土耳其一开始阻拦芬兰 瑞典加入北约时 给出的理由 就是这两个国家支持被土耳其 视为恐怖分子的库尔德工人党 要求他们加大对恐怖分子的打击力度 不然土耳其不可能让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加入北约 这是原则问题 那现在呢 土耳其又说 这个内塔尼亚胡是个恐怖分子 还是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战争犯 所以呢 埃尔多安似乎是想告诉美国 如果不让以色列停止对加沙地带的进攻 不把内塔尼亚胡这个战争犯给处理了 那么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也真的是不熟 瑞典加入北约的事情 美国也别再来找土耳其了 因为你们都是恐怖分子 那么最为关键的是 土耳其现在对美国以及欧洲 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耐心了 最近一段时间呢 埃尔多安同样是对欧盟摊牌了 表示呢 土耳其加入北约后 欧盟已经让他等了40年 欧盟也不再是土耳其的唯一选择了 在俄乌冲突方面呢 美西方同样骗了土耳其 就拿这个黑海粮食协议来讲啊 一开始是要求西方解除对俄罗斯的粮食出口的制裁 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呢 俄罗斯才开放乌克兰港口 但是一年过去了 一直都是俄罗斯在履行承诺 以至于俄罗斯前段时间呢 也是忍无可忍了 暂停了这个黑海粮食协议 埃尔多安呢 作为这其中的调解人 自然是最尴尬的一个人 最近埃尔多安更是大骂西方 双标无耻 自己要继续与普京对话 所以美西方其实骗了土耳其很多次了 加上这一次的F16战机啊 或许是压垮土耳其最后的一根稻草 这么来看呢 这次的土耳其啊 美国可能还真的是不好哄了啊 特别是在这次巴以冲突问题上 土耳其如果看不到美国的诚意 那瑞典加入北约 或许真的得拖到后年马月了 好的 本期话题到此结束 感兴趣的朋友 记得在评论区留言和我讨论一下 我们下期见